接下來這一組 叮叮小姐 7月9號最新專輯叫做是 Fel keel good Fel更 Good Feel更 Good Feeling Better的是 7月17 在哪裡要舉行個人的演唱會了 台大綜合體育館 這一次的演唱會的名字叫做 我是一隻小小鳥 火可以說是踩著我們這邊的屍體啊 真的那個是讓人非常難忘 好像聽說唱完那次的踢館之後 在网上的点播率非常高 然后也出了单曲 这次有输入在 我这一次新专辑的歌里面 这样专辑里面 其实我真的今天能够再回来 我其实要好好谢谢 我们今天身后曾经的一些评委们 还有桃子姐 因为给我很多的鼓励 也给我很多的好评 让很多更多的朋友 听到叮当的声音 开玩笑 这个节目不是随便红的 大概全世界都在看这个节目 想去好莱坞就来星光大盗 知道吗 我们也是有到好莱坞发展的 Man哥 好好照顾一下 好不好 他要照顾我 真的 跟叮当节对唱的感觉是 他有教我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 什么东西 讲起来怪怪的 没有 他罗密见面 他就讲出了缺点了 你的缺点是 他说 没有 他说你咬字都不清楚 这个大家都听得出来 好 那今天要清楚一点 其实 心也要谢谢 其实 代表我要谢谢 小芬姐 因为小芬姐从我第一张专辑 到这一次新专辑 她真的帮我很多 帮我一直在调整 我的唱歌的情绪 然后让大家听到 叮当唱情歌的那一边 小芬姐调教过的 真的是 她多少的后劲 有才华的人 都是经过她调教 小芬姐 在圈里又叫师姐 可以说普渡众生 这个引导很多迷航之徒 是不是 那在这边 谢谢我们的师姐 谢谢小芬姐 两位先唱一首大悲咒 好 带来 舞曲大悲咒 今天带来什么歌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张雨昇跟张慧妹 掌声欢迎她们的合唱 歌曲大悲咒 黑夜来的雾声 爱情散的雾痕 刻骨的风卷清醒的情人 催去多年轻奋是我一个人 两颗孤单的魂 灰心的眼神 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 感情的恶落人 感情的恶落人 相遇在这伤感的尘 我在相爱的人生 我却是最深 进退我无权选择吗 静静的伤心 满留下片刻温柔 只怕有些来生 我还能依然追求 我最深的灵灯 你伤我却是最深 叫人无助的深刻 天亮一盏灯 回光我无尊青春 亮起我洒落无缘的人生 是最深的浪漠 我最深的灵灯 我最深的灵灯 我更想rr 我只深的 颜色 例不居然追求 接近 Erm 我最深的 mering潜 在你的爱情 天亮一盞灯 温暖我无悔青春 燃尽我所有无论的人家 天亮一盞灯 温暖我无悔青春 燃尽我所有无悔的人家 谢谢 小姐 你平常都有喝什么在保养的 声音很大 每次来我都觉得她声音特别的大 大到你后来都变得没有那么MAN了 你有被吓到是不是 没有 她太强了 对 那个炮 就一直有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小芬老师刚刚这一组 你会觉得叮当一出来 我们这音箱都要爆的感觉 我是觉得替菁姐觉得有点可怜 菁姐有被吓到的感觉 对 我不要说 因为可能就是叮当 我知道她现在 就是她很希望帮你带你 所以她唱出来的时候 就非常有气势 可是你可能太投入 就是我不晓得你可能被她的高音 会影响到你自己 我不晓得是不是心理上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压力 所以反而你自己在唱的时候 反而不太敢唱得这么出来 我刚刚听到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还是你们练唱的时候 叮当是站在棚门上 所以你才可以发挥是不是 没有 我们在练唱的时候 我拿麦克风上面 你真的去KTV都不用麦克风 没有 就是说真的这次要跟欣妍说抱歉 因为这首歌其实我想过很久 至今我之前在POP唱 一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唱 我很想跟别人一起合唱 那就是后来我在网路上 所以是你点唱 知名他唱这首歌 我刚又看到一个突音在左小鸡的感觉 洪老师觉得刚刚那个组合 的确是很期待 张欣妍应该是 会让人家觉得她应该是要爆发的 但我想应该是因为分配的问题 那我觉得也不能把醉怪在欣妍的身上 对 但是基本上这个感觉是另外一种呈现 也蛮好的 好 这一组合合作 现在你知道了 你还要更Man 虽然你已经是Man哥了 什么样的女人都有啊 知道吗 你要用这个面对不同的女人 你就要不同的那个Man位要跑出来 好不好 真的还是谢谢叮当啦 谢谢她 大家记得演唱会买票 买后面一点的 好 要不然就要小心那个音箱打发 这个人Power很强 再次谢谢叮当 谢谢欣妍 谢谢 唱完了 太紧张了 这一次呢 其实 叮当老师不知道 也挺抱歉 跟她合作 然后没有唱好 跟之前的落差有点大 因为她来青光唱小小鸟村 就很大 然后这一次就没有 可能就不好意思 没有做好 不会不会不会 OK 没关系啦 我觉得是很不错很不错 嗯 那这一次能够跟叮当老师一起合作 我觉得 也是有学习到一些东西 那 谢谢 不得也会 加油 好